這是CodeAcademy的Python這一關的最後一關 這關在講的是檔案的輸入跟輸出 平常我們在用的這個輸入或輸出 我們都是用這個rollInput 就是這個這個function 或者是Input 所以用這個function的話 它的缺點就是你一定要在這邊 然後親手去打字 如果有檔案的輸入輸出的話 那你的資料是可以存在一個檔案裡面 存在檔案裡面的話就是 比如說你的資料有1000萬筆 那就是一定要寫在檔案裡面 然後讓你的Python程式去讀取它 而不是你一筆一筆用手來做 那另外的話就是把這個 如果你有很多print 那原本它會印在螢幕上 那這些print出來的東西 其實也可以寫到檔案裡 那這個一個就是讀檔 然後一個就是寫檔案 那這邊再說的就是叫File IO 然後IO的意思就是Input跟Output 輸入跟輸出 那這邊這個程式它 第一行應該就不用講 就是它會印出一些數字來 這個list裡面是一堆數字 然後第四行它是一個開檔案的 function 然後再來第六跟第七行是 會有一個for loop 然後去把這個mylist裡面的東西拿出來 那拿出來以後它會呼叫一個叫F.write 那這邊這個F是你剛剛開好的那個檔案 的一個變數 然後這邊叫做 你就呼叫它的一個method 所以它這個方法可以負責把一個字串 寫到這個你打開的檔案裡面去 那這邊都做完以後就是呼叫F.close 那這個要close的原因是因為 嗯 電腦在寫檔案的時候其實不是真正把它寫到 硬碟裡面 它可能是寫在記憶體的某一部分 所以如果你在呼叫F.close之前 然後你的程式就down了 或者是你把它關掉 有可能那個資料還在記憶體 然後它就不會在你的 它就不會在你的桌面上的某個地方 所以如果是這樣的話就 你的檔案就會不見 所以你要記得要呼叫一個F.close 那它才會把檔案確定 就是寫到你的 硬碟裡面去 好 底管什麼都不用做 好接下來它要介紹的是 Open這個function Open這個function它的 這個輸入有兩個 第一個是檔名 然後第二個是檔案的模式 那檔名就是平常我們看到的 XXX點XXX 那這個檔案的模式的話就是 它這邊寫一個叫W W就是Write 然後另外一個叫Read 那就是R 如果你寫R的話代表我只要讀取 那這邊這個東西 回傳的值 就是Open 這個function 回傳的值 叫做 一個變數 那這邊它叫做F 隨便你要叫什麼都可以 那這個東西其實它有一個專有名 叫Handle 就是這個東西 就是這個東西其實叫 我們換我會叫它是一個 F is a file handle 它就是一個把手 所以你會透過這個把手 來操作這個檔案 好 那這邊要做的練習是 Create variable 叫My file 所以這邊的Handle 它的名字就叫My file 好 接下來它是open 所以openoutput.txt 然後它這邊它要寫的叫做R加 這邊它要用R加 那這邊它說這個R的意思是 你可以寫 可以讀 然後也可以寫 R加是可以讀又可寫 那這邊這個是什麼意思的話 你可以去搜尋 就是Python的說明 所以這後面會有很多 各式各樣的 的関數 那這邊R加的意思叫做 可以讀又可以寫 OK 然後接下來是 要write 所以這個要 呼叫write 的話就是 My file 就是對這個Handle 呼叫.write 這個 function 然後後面就是傳一個 一個字串 所以這個字串 會被寫到那個檔案去 那這邊它是說要 Iterate over my list to get each value 所以它要for i in my list 所以用myfile.write 所以就叫myfile.write一個東西 那這邊 因為這個檔案已經開好了嘛 對不對 就是output.txt 所以它就說用一個string這個 function 然後把這個資料 那這邊我們叫做i 所以就把這個i寫進去 那最後它希望你後面加一個斜線N 這個斜線N是換行的意思 就是這邊 這是一個特殊字元 就是如果你沒有學過Python的話 如果你沒有學過C++的話 你可能就覺得不知道斜線N是幹嘛 那斜線N的意思其實就是 要斜線N 不對要print 所以你看這個print寫線N 它其實會讓這邊有很多空白 那要是我們print 比如說abc寫線N 然後def寫線N 這樣子的意思就是 abc 然後換行 然後def 然後換行 它的意思是這樣 那 所以第二個換行 是會是在這邊換行 就是印到這邊 那我們就知道說print它本身 就會再多換一個換行 假設我都不要斜線N 它也會有一個空格 所以這個function本身會有一個 那這邊會有兩個是因為 這邊有一個 這個斜線N是造成這一個東西 那原本內建這個print function 又會多一個空白 那除了這個斜線N 還有像斜線T 斜線T就是Tab Tab就是一個 Tab的這個支援 所以它會跳一個很大一步 這樣 所以有斜線N斜線T 這是蠻常用的這個 跳脫支援 那這邊這個斜線N 就是這個意思就是要換行 所以這邊每印一個數字 你的檔案就會換一行 好 那這邊做完的話就是呼叫 myfile.close 所以它就會 就這樣呼叫 好 那接下來它就會把這個 資料寫到myfile裡面去 那這邊你可以注意一下 原本 原本我們都只有一個檔案 叫script 那現在多了一個叫output 那這個output一開始是空的 那等一下這個跑完的時候 這邊應該會有跑出東西來 好 好 那 欸 沒有 欸 為什麼沒有勒 照理來說應該要 一出一點東西 好 那沒關係 我們用這個程式來試 好 那這邊要做這個實驗的話 就需要一點 那這邊 叫code py 所以這個是我們剛剛那個 function 我把它複製過來貼上去 好 那 現在我們看看它的這個資料夾裡面 就是code py這個資料夾裡面 就只有ss.py 那ss.py 那ss.py的內容就是 剛剛那一串程式 然後現在我們執行它 好 你看這個 我在執行一次這個 看這個資料夾 它現在就多了一個output.txt 然後我們看一下這個output.txt的內容 就是 其實就是那個list mylist應該要出現的內容 不相信的話 我們可以再修改一下 比如說我把這個東西改得很大 叫110 好了 然後我們再執行一次這個程式 然後再看一下 那這個檔案就會變成一個很長的檔案 那這邊會沒出來的話 可能是它網站的問題 正常來說這個跑完的話 就會產生一個output.txt 然後接下來要讀檔 讀檔的話 剛剛那個寫檔是 點write 那這邊讀檔就是點read 那這邊一開始是要定一個variable 叫myfile 然後就是open output.txt 然後這邊不一樣就是最後這個r 原本是r加 所以看一下這邊可不可以拿來用 ok 所以這個東西 所以是這個 然後我只是把後面的w改成r 接下來就是要print the result of using.read 所以它其實就是print result of 就是myfile.read 所以就這樣子 那這邊做完以後就是myfile.close 那如果你是讀檔的話 這個close就沒那麼重要 我忘了就算 因為資料本來就在硬碟 所以它讀出來的檔案是這樣 那這時候它這邊就有檔案了 我們可以試試看 比如說這裡有 我隨便改一個好了 333 我不知道它會不會存檔 試試看 喔有它有存檔 所以這邊改了以後馬上就存檔 然後我現在在跑一次這個程式 這邊就變333 就會多印一行東西 接下來這關叫reading between the lines 那剛剛那個.read的就是一次全部都讀 那.readline就是一次讀一行 那這邊所謂的一行就是 當它碰到這個斜線N 這個特殊支援的時候 它會知道要休息一下 然後這邊一樣嘛 就是myfile等於open 那這邊檔名改了 叫做text.txt 然後記得這邊是r 不要寫成w 這邊還是寫錯的話 你這個就會被清空 假設你這邊是寫w 就代表我要寫檔案 所以它就會被清掉 所以這要小心一點 那下面是print the result 所以就連續呼叫三次 on three separated lines 所以就是print myfile.read 這樣 然後印三次 最後myfile.close 所以它會把它印三次出來 下面這個在講 buffering data 然後這邊說的這個 buffer就是 buffer就是我剛剛所謂的記憶體 所以資料它可能會放在那個 記憶體裡面 它不會馬上寫到硬碟去 那它這邊有一個範例 它就說 這個editor裡面是一個很爛的程式嘛 那我們先不要按wrong 我們來看一下會幹嘛 所以它第一個是 開一個檔案 然後叫做text.txt 然後它是write 然後第二個它是 然後它的handle叫writefile 那接下來它又開了一個檔案 一樣叫text.txt 但是這時候它要read 然後這時候readfile 它的handle叫readfile 所以你同一個檔案被開了兩次 第一次是以可以寫入的模式 然後第二次是讀取的模式 然後第三個 就是這一行 第八行 它在做的事情就是writefile 就是它 然後你就點write 然後寫著這一句話進去 然後接下來就是readfile.read 那 如果你 直接這樣做的話 就是我會有剛剛說的問題 就是說有個記憶體 就是buffer在那邊 所以這個檔案其實不會直接寫 這句話其實不會直接寫到這個.txt裡面 它會先放在電腦記憶體的某個位置 所以照理來說 就很有可能啦 就是這個read其實 讀下去的時候 其實讀不到這句話 那讀不到的原因是 因為資料還沒寫到這個.txt裡面 所以就不會有反應 這句話很奇怪喔 就是 照理來說它應該是希望你按下去 然後發現這算是空的 所以它這個檢查已經是 就是 它這邊做的 它的編輯器的檢查 跟它這邊的說明已經不一樣了 那我們就只好照著做 所以 第一個就是close 然後接下來就是 readfile.close call after 接下來就是readfile.close 所以我們剛剛沒看到任何東西 那原因是因為它這邊 它已經檢查說 你沒有寫這個.close 所以它就直接連跑都不讓你跑 那 沒辦法 就是 其實沒辦法看得出來 我們現在試試看好了 所以它現在這樣寫就有 然後我們再用一下 我們自己建立的環境試試看 我們再寫個 來Python這個程式 就是 所以第一行是這個 前兩行都是這樣 所以我們現在有 writefile跟readfile 然後第三個就是要執行這一行 然後第四個要執行這一行 就假設還沒有read的情況 然後看我們可以印到什麼東西 那 所以什麼都沒有印到 看我這樣應該會什麼都沒有印到 那 沒有印出來的原因就是因為那個 這個writefile.write 它只是寫到buffer裡面去 那就不會有東西 那如果你要讓它印出來就是要writefile.close 那你把它關起來代表 就是還沒有寫到檔案的東西都要被寫進去 所以做完這件事以後 我們再呼叫這個 readfile.read 它就可以讀到了 這時候readfile它就是會讀到一個更新過的檔案 所以它就會讀到這個東西 所以它這個buffer它是想要 實現這個 就是做剛剛這個實驗給你看 接下來就是一個叫with跟us這兩個keyword 那這邊這個with它跟us 就是這個with這個語法 它其實就是在自動的處理這個 開檔案 開檔案跟關檔案這兩個動作 所以當你的程式離開這個with這個block的時候 你的檔案會自動被關起來 所以像這邊 它是with open 就是這個檔案 然後 text file 那這邊其實就是你可以想成是 text file等於open 這個東西 只是用with這個寫法就是會把它寫在後面 然後接下來這個text file.write 這個就直接寫 但是這個with結束的時候 就是當那個block結束的時候 然後text file.close就會自動被執行 所以你不用再呼叫一次text file.close 所以這個with的功能就是這樣 然後自己再練習一遍 所以它叫with open with open 然後 txt 然後 do.w 我通常就是叫f就好 好 所以f.write hi 就這樣 do you create my file 它一定要叫my file 希望這邊可以看到hi 沒有 沒有的話就是它的網站有問題 如果你自己有這個ipad上的話 你就可以做一模一樣的事情 你應該會看到一個更新過的text.txt 這樣會不會有 欸有勒 就是 它不會馬上重新整理 所以你跳出去再跳回來就會看到 好 然後最後 這一關叫case closed 所以它就在確定說這個答案有沒有關起來 所以用這個 用with us的話 你就會有這個my file 然後你現在就在第三行 它想要讓你試試看它有沒有關起來 所以要這個 這個方法就是f.closed 就是如果它已經關起來的話 它就會是true 所以我們就print 它應該是讓你print的這個東西吧 所以 它要check 用一個if statement來檢查 所以如果 my file.closed is not 所以 if not 如果它沒有關起來的話 就呼叫closed 所以就是呼叫my file.closed 然後應該就是else 欸 我不需要 因為 它這邊說的原因就是說 因為如果你沒關的話 你就要去關 那如果已經關的話 你就什麼都不用做 然後接下來就是print out 這個東西 就是把這個情況印出來 所以就會印出這個my file.closed 它相當的這個會是true 對不對 所以這個 這一關 file.io就這樣 非常簡單 然後到這邊為止 應該就是所有要做的 code的開明就做完了 就是它的下一關好像就是要 就是不需要做了 它的下一關是什麼 Python 這樣就百分之百了 所以這樣 像我們就把所有的題目都做完 那最後這個final project的話 每次要付錢 所以我們就跳過 好 所以這個就是 全部 python的簡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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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